RUN父母被抱欠债30年 南韓演藝圈债务连环報 海流天王RUN的父母 竟傳欠债不還 清華台情願官網26日 出現一筆RUN父母相關的情願 RUN爸媽被指控30年前 向A某父母借了價值1700萬海人的大米 和800萬現金 當時RUN才6歲 對於這筆天降債務 顯示黑人問號 RUN透過公司回應 A某和自己過世母親相關的債務 父親會在最短時間內 和當事人見面努力解決問題 事實上進來韓國演藝圈 宅務糾紛連環出現 近期在綜藝節目表現亮眼的 嘻哈歌手Microdot 被挖出父母20年前 曾詐騙書一韓願 淘到紐西蘭的臭聞 決定從多個節目下車 另一位嘻哈歌手Dogi的母親 也被爆出欠债千萬韓元未還 但她的母親否認 表示債務2003年9月1日解決 Dogi也親自上直播回應 MikroDash和我 組合的確實在 DOMP-Together 記者們沒有提議 我只是 只能解釋 我們沒有暫時 沒有刺激的 這裡 有不在意 就說這裡來 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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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生命變成了嗎? 當時 媽媽 在這時 我們 都要解決了 我們 5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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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萬元 一天 一天 沒錢 當時 我們 賠償了 我們 生命 變成了嗎? Fuck 那 I love that shit